這次是因為這個2019年的反送中的運動 令到香港市民很憤怒 感覺到一定是要選一些所謂支持民主、支持人權 反對政府的黨派或者素人進入區議會 所以在這個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裡面 是很特別的大規模的反對派支持民主黨派和素人入了區議會 當中當然有很多新人 三百八十幾個這些朋友入了去 當中可能大概有百幾個是傳統的泛民主派的政黨 其中有二百幾人其實是素人的 意思是完全沒有政黨的狀況 有政黨的新人當然有政黨支持、教導 看看如何去做好區議員這個角色 但其他二百幾個素人就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一來就需要很多不同的知識分子 不同的有經驗的議員 去將他們做一些教育和培訓 所以現在很多的機構都在搞培訓班 如何支援他們 因為做議員是一個不簡單的工作 在議會裡面如何提動你 如何去審批撥款 如何去做和政府的關係 需要很多的訓練和教育 這方面我們希望香港的政黨 有經驗的議員、知識分子 即是不要收收埋埋的 真的互相去提點 第二就是這些不同的三百幾個議員 後任議員、新進的議員 要想辦法做好地區工作 一些民生的社區工作 因為以前一些普通市民 特別是對政治沒有了解的市民 都會覺得有很多福利、優惠 他們都想繼續擁有的 在這方面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不同的議員 不要只是說宏觀的民主人權 他們需要都要說 究竟那些日常的優惠是怎樣 日常如何幫助市民的健康 會不會有良血壓 心理健康、心理輔導 長者服務、青少年服務、年輕人服務 小孩子服務、托兒服務 這些東西都要做好 令到很多對政治未必那麼有興趣的市民 都知道原來真的有新的議員 有新氣象 幫得到他們的生活 第三就是不同的支持民主派 支持民主人權的議員 當然都真的希望可以將香港的民主人權推動 我們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政府 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地方 推進這個真普鼠 怎樣將這些重要的概念 整合在他們日常的地區工作呢 這個就是很重要 也是以前保皇派不會做的工作 即是蛇齋餅種大家都要做 但是保皇派確實不會做 推動人權、民主的工作 這方面怎樣令到香港市民 知道人權真的需要受保障 他們的人權已經在過往日子被侵犯 因此應該要想辦法再繼續推進 去改善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作 就是怎樣用那些有趣生動的方法 令到市民知道這些 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有關係 而不只是示威的人才有麻煩 我在家裡就不會有麻煩 我在社區裏面就不會有麻煩 這個是需要很多創意的方法 整合日常生活的地區工作 以及人權民主的工作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不同的NGO都會努力去幫這些區議員 去做好那些不同的服務 小智道真是健康服務 蛇齋餅種的一些聯誼活動 我們希望議員自己未必做到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可以多一些民間團體 多一些的居民 不要當自己是一個福利的使用者 而是一起夾手夾腳 去幫這些區議員做好地區工作 因為區議員只要開會 第二就是應付政府的文件 和政府去聯絡 第三就是應付居民的投訴 幫居民做事 只是這幾樣東西 其實他們已經150%的時間 其實是很辛苦很忙 相對來說也都人工很低 很辛苦的工作 一定需要很多NGO 很多地區組織 很多居民一起幫助我們 我們也呼籲大家攜手合作 改善香港 改革香港 活動 什麼我們更加點現在可以的 成長 除了 最新的部分 número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